大家好,我是五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恭喜各位 即是你們是零加三,可以去旅行 厲害 但現在專家很快又說要零加零 零加零是十月 兩個禮拜左右 給兩個禮拜時間 是不是?有沒有那麼快?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資料搜集和討論 請問一下,哪位專家說要零加零? 孔繁毅 孔繁毅說可以零加零 麻煩你說得生動有趣一點 孔繁毅 零加零這麼快? 我們是否急了一點做事 當然不會很急 我們之前說到13加4的時候 專家已經說到月底 好,零加7了 我們還在笑他 嘩,你可否大上頭一點? 你們小朋友 有這個3加4 在當時的情況下 都叫做拍攔手掌 每個人都 嘩,話風一轉 你看到這一個月的風浪 大風大浪 每個人都說到零加7都不夠後 政府給大家一個驚喜 嘩,真驚喜 可見到啦 孔繁毅現在就撲出來 就說到要零加零 其實零加零也是一個最終目 即是最後 其實沒有說零加零的 即是叫做你不需要再住檢疫酒店 之餘再回來 不需要再去家居 醫學監察 家居監察等等 那是複償 嘩 你現在去比 嘩,比台灣快 有些人說 嘩,不是啊 你始終還是要 規範一點好 待會到處都是這樣 嘩,現在零加三 你都見到一個情況 大家都怕爛首長叫好 為甚麼怕爛首長叫好呢 見到報紙 就說 嘩,整個政府 瓜黨派 就說 嘩,想不到 政府這麼進取 你一出來宣佈 給大家一些特別 給大家驚喜 當然啦 我們之前也估計 他一定是比 之前 零加七 在中間 或者一定不會零加七 讓你猜到那個不是政府 是吧 那猜到 就沒有意思 沒有甚麼新意 是吧 你看到更加有些專家 就說你零加七沒有意思的時候 那他就 嘩,研判了是零加三 其實不只是恐凡例 現在呢 大多數 說到建制派陣營裡面 大家都說 嘩,出來 叫零加零 有個聯盟 搞笑了 這個聯盟叫A4聯盟 嘩,有甚麼 A4紙嗎 白紙一張 A4聯盟 甚麼 裡面是 應該叫建制陣營的人 他說 這個時候 大家 政府應該要考慮 零加零 其實 當然 政府行得零加三這一步 你看到那個張竹君都休息了 歐交榮都可以回家 嘻嘻嘻嘻 不需要出來再說那些事的時候 見到政府都行復常 我們特首李家超都說 不走回頭的 你不只是恐凡例說的 你這個政界都說 封出來要零加零了 已經有了 那你想一下,他們的要求是否大咬呢 都不是大咬的 其實 只不過 符合世界標準而已 世界標準 追回進度而已 追進度 我可以這樣說 追回進度 因為有人說 零加零 你不是還有個疫苗通行症 放在那裡 那你就一步一步來 政府說 是吧 我們看看孔凡是 先說論點 好嗎 孔凡是 你一到這些時候 他會找時間走出來 我覺得他 你見他零加七的時候 沒有甚麼 不用說甚麼 一到零加三 咦,我又捐出來 咦,有話要說 他們都是爭取幫手 趕快服償 盡快的 其實恐怕你心想 怎樣 快點搞完他 休息 等我 專家開會 每天開會 這個OK就在說 可能 想著 完了就不用煩惱 張足君也不開 歐家榮也休息 適應 適應 退居回去 沒下課而已 每天在這裡搞搞真 大哥,每天對著 你見他說話都好像 累了 已經是吧 嚴污水 可能很多事情都要 停一停 其實之前很多專家 建議政府 有些事情 真是可面則面 因為你的成本效益 不太大 你停了就算了 0加0 如果0加0 沒有檢疫 即是沒有防疫 不是沒有防疫 是沒有家居檢疫 沒有酒店隔離 不用做家居醫學監察 但是行不行呢 我常常覺得分手要狠 是要留一條尾 他現在 如果病毒的傳播性 真的好像那時候 隔21日 隔14日 再過一個星期 傳給老公 再傳給400多人 然後真的有人發病 那這些當然是 如同虛切 即是你現在的病毒 變成了一種 又說BA.5 那時候不是半年前 我們說的專家 當然是外國專家 BA.5 世界的病情很低 博物大感染力很強 我覺得香港在這方面 他起步很慢 他在這個位置扔了很久 你看世界新聞 在半年前 甚至是去年11、12月 已經是說BA.5 但那時候還沒到香港 BA.5 對 又說到天賜的禮物 又成成 他們這樣說 遲了 遲了 那0加0 走快一點 對 後追 其實都 尾聲 基本上 人們都可以自由出入境的時候 是啊 你看到那些人 頂了個肺 走去辦理護照 打敗了入境處的網站 你是沒有飯吃 那裡老土而已 是 有些人說 很公平 有些人在香港打兩針 即是外國遊客 打兩針有糖吃 在香港打兩針都沒有糖吃 又說這些嗎 不要緊的 到時候就等到那些判斷 慢慢來 到時候可能有旅客來 拿著一盒外賣 在街邊吃的畫面 到時候 真的有人敢說 買個麥當勞去看逛街嗎 是啊 被咬著漢堡包 到時候就看沒有這些景象 我覺得很有趣 這些很哲學性 通街咬著包 就沒事的 進去堂吃就犯法 好像等於什麼 你拿著拳頭 和你抹大手 如何擁抱世界的界 就在餐廳門口 你看 哈哈 講這些 你再講哲學一點 你看我這一塊 給我看這個是世界 真的 一代中師 是啊 這些東西你怎麼看 現在他們就知道要怎麼看 你也有過渡期 你不要說 這樣又怎樣 唉呀 凡事你猜只是遷就這件事 你的東西開關開回來 嘩 你的飛機 你都沒夾過 沒有的 真的 那些機師跟你說 打我 要握我 很久沒有握過了 你只是說國替 現在都大貨獲 是吧 他們想快點找人 回來開工 之前 搞到一獲足 我做第二行 那些空姐說 不要說空姐了 很多空姐空少 我用不著做你 現在你那時候 走去什麼大廈都找到一個空姐 泰國空姐 泰國空少 泰國空少 那些電話帶超 對 你 你 真的 你這次零加三 你只說這個零加三 已經這麼突然 你看到整個市面 正商界也好 那些人都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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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早新聞又說到 網站都塌了 等等 或者政界商界 都說 猜不到 猜不到的意思是 讚我方面說 都感謝的 多謝的 他可以不放的 你可以繼續零加七 我們一樣會支持你動態清零 沒問題 沒所謂的 政府做什麼 你這麼支持 但是商界那部分 我們都說 現在 我問身邊那些 做關於航空業的人 是 他說 接下來忙 我說 零加三 你一定會做到 嘔血 有 然後他說 何姐嘔血 淋淋都可以 我說為什麼淋淋 都沒有人 沒有人的意思是什麼 不是機場沒有人 是做相關何業的人 都走了 他說 一時三晚你怎麼請人回來 頂啊 你那些人一定能預約出去 到時候 你的機場不會混亂 這些呢 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孔範例 說到現在 他在電台節目上面 如果 他說只要 輸入個案比例 就是 整體啦 用整體去計 除那條數 5%以下 5%以下 就有條件 再進一步放寬 一直都5%以下 更加 就無需要用皇馬安排 入境人士 他在說 是不是一直都是5%以下 一直 曾經不是 不是一直都是 一直都是嗎 一直都是 你說輸入個案嗎 輸入個案是 好像很低 當然是低 早前停了 哪有輸入個案 尤其最高峰期 都停了飛機來 何來有啊 所以 這個都可以拿出來看 因為你勞重謀之前 說到3加4 或者我們政務司司長 齊國基他們都說過 一出來就 咦 整體數字都不是影響得很大 那你現在 恐凡例 都是再 說一次 你如果數字不高 就繼續放寬 他說 抵港人士 登機前 做快測已經是很夠的了 在飛機上面 更加說到話 他的換氣 在飛機每個小時 有12至15次 比起醫院 比起食肆更加嚴格 所以大家都不用擔心 在飛機上面 有一個叫做 互相感染的問題 加上 他說現在社會 有足夠的混合免疫 不用擔心的了 現在 他說單日確診個案 維持在5000單左右水平 他說 你看看兩個星期前 萬二啊 萬過萬的嘛 是吧 一聲沉下去 沉得多快啊 所以他說 預計 幾個星期左右 就可以安排0加0了 現在呢 他這樣說 我覺得 他講而已 當然他講的 難道我講的 他講完都不是 可能 但是他之前 他們都建議政府 都說 在3加4那裡 盡快可以 如果沒什麼數字 就調到0加7 我知道 我就說 我叫0加7 最後他0加3 你叫完之後 你叫就叫一件事 他說兩個星期 0加0 待會不是的 兩個星期後 可能什麼都沒有 都行 政府要你專家牽著走 不是 那時候林鄭是這樣說的 是 他建議0加0 但是 起碼那個方案就是 你可能兩三個星期後 就可以再review 做一個review 之前呢 我就覺得 如果你們這樣說 專家會不會太大 很快 經過那次之後 你看到 你不轉去0加7 真的 什麼 整個政商界 都細胸甲狼 嘩 來啊 不然就拿錢 立即轉 搞到這樣 即轉 真的很多是錢的問題 是的 你根本是錢的問題 純粹是錢的問題 你還有什麼問題 沒有啊 你那一下 不是 你很尷尬 你很尷尬 在於就是什麼 整個新加坡 每天都在這裡 變成了李光耀頭版 香港新聞 怎麼搞錯啊 政府內部 你自己都覺得 嗯 可能都不太好 是不是 加上政界商界 大家都在一起說這些 所以 恐凡是可以想的 沒有彈呢 人數沒有反彈 你就可以想了 另外剛才我們說到 專家講完之後 嘩 跨黨派 現在 就說了 要全面開關 嘩 厲害了 怎樣全面開關 整個A4聯盟 A4子聯盟裡面 有什麼人呢 先看一下 真是誇張 這個A4聯盟 首先出來 讚一下 政府這個新措施 哎呀 非常之好啊 就是你正間了 這個入境流程 但是呢 對家裡 對旅客的 吸引力有限 因為呀 頭三天的皇馬 是禁止了 大家都知道了 嘩 難道你真的叫他買個包 走香港嗎 三天 兩三天 人家來旅遊 都是玩幾天的 你幾天都沒有 吃飯 晚上那一餐 又說美食天堂 變成外賣天堂 真的不行了 所以 有這個議員呢 楊永傑 她說到說 既然 你政府 都走得出 零加三這一步了 就同時 放寬了整個社交距離 和限聚令 即是說到堂食啊 那些問題 令到啊 社會呢 加速去復償 那這件事也是對的 你之前分析這麼多 一次都說到 哇 你復償是需要時間 你不是說 你現在政府宣佈復償 都可以馬上復償 你看看 香港人 一聽到 零加三 嘩 日本旅行 團成熱手啊 日本旅行啊 日本旅行啊 訂機票啊 搞這個 passport啊 逐 逐過期的 全部呢 蜂擁而至 不是馬上有的嘛 我身邊 我聽到有些朋友 他說 他十一月中 訂到機票了 兩個人 萬二元 來回 哇 真是誇張 是啊 這個時候蜂擁而至 為什麼這麼貴啊 那些飛機都還沒準備好 所有東西都還沒準備好 但是已經 很多人就衝出來買 但是 你預計了 你想一下 你零加零 我當你放寬了 有遊客來的時候 你香港的市面又準備好 沒有呢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梁美芬啊 美芬呢 就說 零加三呢 是令人興奮的 鬆綁啊 是社會共識的 更加呢 零加零 是不是指日可待呢 嘩 就是 每個人都現在衝出來 看啊 看看你什麼時候零加零 更加有 制衣 制衣界的議員 就說到 這一次 這一步 簡直是人類一大步 好像登陸月球 這一個零加三 簡直是為日後 去到零加零 做一個非常好的準備 和基礎 因為說到 這一業界 即是他們的制衣業界 很多國際潛艦 疑似到海外舉行 更加有很多海外地區 是免檢疫通關 所以 那個競爭這麼激烈 你政府啊 你不快點 走去零加零 恐怕呢 就叫做 落後於形勢 大家 就輸了 就不要啦 那麼 這件事 遲早咯 其實 有一個問題 你接下來十一月的路向 其實會不會有些人覺得 是否真的為了國際金融峰會 而鋪路呢 也是的啦 當然 如果你用之前的形勢 你看得到 有人瞎幾單 大家都擔心 你不需要知道啦 即是 不需要知道 但是現在 你這麼早 九月尾就彈出來 零加三 距離國際金融峰會 還有一個多月的時間 那你起碼 可能 現在有個路線圖出來 給大家的話 可能兩三個星期 沒問題的時候 那政府會不會 在那段時間 再宣布放寬呢 那有可能 也不奇怪的 因為你 這一班來開會的那班人 跟旅客又不一樣 旅客又是要 訂機票酒店 計劃 是一個大行程 那你過來開會 本身現在 已經轉到零加三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覺得 你都會鬆的了 是不是 那看看你 過了兩個星期 再決定買一張機票過來 那就做一個短暫的 開會 甚至乎 可能現在零加三 都會有些人 都會轉往過來 因為始終新加坡 真是拳拳到肉 是不是 更加了 有人認為 有很多人就說 嘩 香港有望 香港可以理由翻身 嘩 不需要 理由翻身 這麼誇張 說到 說到這一局 彈起這一局 好似得迷 是不是 每個人都拍爛手掌 那 林健鋒 認為香港現在 金融投資 經貿 航運 這些非常重要的城市 一定要快 做事 所以 短期目標 他們說 凌加零是短期目標 說就快了 配套是否切得問題 因為 有另一個議員都覺得 你們現在 每個人都叫凌加零 我都明白到 當然知道 當然想 你以為誰不想嗎 但是啊 大家都非常之擔心 你 旅遊區 食市 店舖 等等各行各業 你不是說 立刻再建 就有的 那你 現在匆匆 由零加三 很快轉到零加零的時候 有個 旅客來 真是 大家見到的情景就是 反而叫什麼 吉舖臨立 就不是食市 臨立 那你這件事 都會去解決問題 非常之關心 大家都 其實都是 因為你 今次政界 每個人都 說到 零加三 政府 這麼 踏進大一大步 你看到 哎呀 容海恩 嘩 厲害了 嘩 一確聽到 零加三 走去潛水 不是啊 不是真的潛水不見了 那些 去宿務潛水 嘩 你這幫傢伙 叫政府開關 轉過頭 自己去了潛水 你的議員 開心 開心 那他可以去的 沒有說不去 你看到 其實大家都是想旅行的 香港人 很簡單的 要求 更加 大家在網上贊文 就說 厲害 終於可以多住兩晚檢疫酒店 嘩 發難手掌 是的 這個時候 大家都是非常之 開心 但是 接下來 方向是怎樣呢 啊 田北辰 那天 不是那天 昨天 我在說 宣佈零加三 裡面的時候 還說 喂 你這傢伙 在那裏爆些資料出來 零加七 我看到網友說 田北辰 那些東西都好像 爭爭一些 那些資料 好像不是很準的 那些馬料 好像不是很準的 但是田北辰 又有預料 儘管看看 是否準 田北辰 就估計 但是呢 兩三個禮拜後 咦 跟孔凡是說的差不多 零加零 零加零 因為他說 零加三 都不是很方便 現在 當然 後面的論點 我明白 兩三個禮拜後 你覺得就是田北辰 是不是 大家都是猜的 這件事 速速開關 火速開關 急急如律令 瘋 神經病 阿田北辰就說 你沒理由 叫人去海洋公園 或者迪士尼玩 咬著漢堡包玩的 你當然要給人糖吃才行 咦 你又有道理 阿田二少 你去到這些 對呀 你想一下 舉例 你香港 迪士尼樂園 舉例 不是迪士尼酒店 裡面有餐廳 是不是有泡妃吃 不知道是不是有泡妃 總之有東西吃 旅客皇馬來到 那怎樣 你叫他們吃 又是呀 阿田北辰 你又說得好像有道理 那他們就沒得去 這件事 現在零加三 叫做 口袋我們的香港市民出去 是的 要感謝港府的 阿田北辰不是罵 他說你 多捕一捕 這個位置 我們真的沒怎麼留意 只是想到他們在街上吃外賣 是嗎 即是旅客在街上吃外賣 是呀 他們去 入住這些 主題樂園的酒店 他都沒得去到餐廳吃東西 那你難道叫人家在樂園 拿著外賣 不是蹲在那裡吃嗎 整件事很肉酸的 那是 畢竟是香港 旅客之都 旅遊業的一個大城市 代客之都哪是這樣呢 請客都不會叫人吃外賣 頂窿都叫到會 不行的 所以阿田北辰呢 他就說 他估計 零加三之後呢 社區的感染個案呢 都不會說很大 即是叫輸入個案 所以呢 他說 現在是有望的 他說 這個政策 政府這個政策的調整呢 他說原來可以分三類人去看的 在香港人來說呢 三加四變零加七呢 是天大的改變 在香港人的角度 因為你不需要再在酒店隔離 但是零加七到零加三呢 都分別不大 在香港人的角度 因為 你也是 繼續如常 我就回家吃飯 是不是 你 不可以唐食 我就回家吃 買外賣 沒有問題 但是呢 他說 如果你從旅客的角度去看 三加四和零加三呢 那個分別又不是很大 為什麼呢 因為旅客是不是都要住酒店的呢 那麼你新政策 頭三天 你不可以在餐廳吃飯 那就問題大了 你等同你三加四都是沒有人來的 因為你都是困住了在酒店裡面 所以 在旅客的角度來講 田北辰就說 你無論三加四也好 什麼幾多加幾多都好 對旅客去計劃行程來說 這些都叫做大為不便的 他說 難道你叫那些人 早上走完山頂 然後 下午回去酒店吃下午 酒店房啊 他說他自己的酒店房 更加呢 他說 你想想 在那些什麼海洋公園啊 你看見那些旅客 拿著漢堡包去咬 玩過山車 整個抽薯條都飛出來 你可能會見到這些情況 對 對所謂的美食之刀 就變成了外賣美食之刀 真是大打折扣的 到時候政府的宣傳稿 全部都要改成 很噁心 外賣美食之刀 是吧 是吧 這件事被人感覺上不行 所以 如果 田北辰就說 你只看這兩個項目 旅客和香港人 那個分別影響不大 那個不大的意思就是 原來從不同的 叫做檢疫時間 對大家的影響 都不同的 但是 從生意佬的角度 他說 你回到香港 檢疫零加三 你都可以繼續開會 繼續可以做事 可以傾生意 這個是吸引力來的 你沒有糖吃而已 我就在裡面吃 但是他主要不是吃東西 他是賺食 他是做生意 所以 零加三 怎麼都會好過零加七的 但是 有不方便都好 你都是說一兩天 因為別人來傾生意 都是說一兩天的 所以 阿田一辰不果 他自己都後面補充一句 雖然說到 檢疫零加三是有吸引力的 但是 有些人 來傾生意 可能會順道 想著可能 真的吃碗 雲吞麵 那樣 不好意思啊 沒有糖吃 對他們來說 都是一個折扣大減的 所以他就覺得 政府 你始終 都要計一計數 你接下來 什麼時候會想著 他用這個零加零 所謂的零加零政策呢 因為 你看得到輸入個案 大概一天都是百多宗 你還要超過一大半 在機場找到 是吧 那這件事 按比例去推算 就算你政府都是這樣說的 你能夠流入去社區 而感染到香港人的機會率 是很小 所以 你這個隔離措施 你對香港人感染 就是入境 入境 影響到香港人 暫時 你看到那條數 不大 但是你本身設定 那個防疫措施 對那個經濟影響 就很大 是吧 你按 就是做生意 想這些東西了 我扔這些錢出來 回報有多高 值不值得 生意佬是這樣想的 你整個防疫出來 防疫政策 你隔了這麼多渣 但是 如果你鬆了防疫政策 你本身其他的制度 是不是隔了這麼多渣 如果是的 鬆掉它 省了很多 是吧 那你又可以吸引 大量的旅客 做生意的人來講 來香港的時候 那這件事 一加便宜幾加雀 說得好像 嘩 好完美的 你們現在個個都好像 找到個財富的密碼 那樣的 你們這些傢伙 一早就說了 是不是 等到現在 你看看 人家上海 要靠木頭車 那些地攤檔去搞經濟 我說不想香港搞到這樣了 店鋪 當然 你 昨天 好像昨天那樣 星期五 我看到香港食肆 市面 跟星期四 原來真的差很遠 哇 排了長龍的 星期五 昨天特別多人 那些人出來慶祝 我 星期四 我也是外出吃的 那間店鋪 只有我一台客人 星期五 我要拿票 按票 去等位 昨天真的很多人 多人 爆 那你那個氣氛 又是開心的 這件事 都是可以刺激到 如果沒有 如果未能夠 立即出去玩 去日本玩 那班香港人 那他就繼續在香港 消消費 嘿 洗東西都豪爽些 吃了很厲害的 接下來我們去吃拉麵 那樣 人家是這樣想的 哈哈 聽到都悶了 哈哈 是這樣的 我都去了日本 但真的沒辦法 拉麵壽司 居酒屋 拉麵壽司 居酒屋 天婦羅天婦羅 好像猜妹一樣 天婦羅天婦羅 是啊 天婦羅天婦羅 怎樣也好 開心啦 你看到現在政商界 大家都在呼籲 或者叫做政府 其實不是立即叫做靈嘉玲 起碼 整個路線圖出來 給大家看看 你什麼時候會考慮下去靈嘉玲呢 那你如果是兩三個星期後 好像說數字沒有問題的 那你跳到靈嘉玲 我相信 對所有事情都是一個前途光明 看看政府會不會很快 做一些新的東西 給大家感受一下 政府的速度 希望盡快搞定 感受一下政府的速度 是啊 感受一下政府的速度 一直都能感受到 不是的 中段你看到政商界 正在扣僵城而已 原來跑了長頭 不知道了 這集時間到這裡 下次再說 Bye